台湾还在毕业点五疫情高原期 不过随着疫情趋劲共存化 教育部宣布校园新防疫制度 缩短隔离时间 尽量让学生老师回复正常上班上课 不过前提是需要打满三剂的新冠疫苗 因为我女儿有先天的心脏病的问题 不太好让她打 我都觉得还是要做到三加四比较好 有家长担心有先天疾病的孩子 不适合打疫苗 这样的新政策防疫力度不足 会受到疫情波及 因为孩子的受教权 本来就是应该要被照顾到 不过能实体上课 大部分的家长表示 小孩不用停课 这样照顾起来相对轻松 而10月13号 校园防疫新制正式上路 只要同住家人同寝室室友确诊 打满三剂疫苗的学生教职员 进行零加七自主健康管理 快晒阴性就可上班上课 没有打满三剂的人 三加四要拘隔不入班 后四天自主防疫期间 两天内快晒阴性就可以回到学校 如果有保护好自己的话 其实没什么差 疫苗也不是完全 完全可以真的有防护 然后最好还是 我觉得最好还是隔开 学生意见良极化 虽然开心见到同学老师 但还是会担心防疫力度不足 影响健康的人 不过人一群聚 除了新冠疫情可能增加外 还有可能造成季节性流感大爆发 已经连续两年没有流感的流行 这个时候如果一旦流感开始流行的话 可能就会造成病患会大量的增加 一是提醒秋冬季节流行 A B型流感 所以学生不能松懈 应该接种相关疫苗 多重防护 保障身体健康 TVBS新闻 黄国权料反映台中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